2016年,美国利用南海仲裁案事件公然干涉中非之间的争端,尽管最终中国政府的坚定意志捍卫了领土主权和维护了国家利益,迫使美军撤退,但当时美国的两艘航母在南海的驻扎,至今仍深深印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里。 时隔八年,这片纷争不断的海域再次受到美军的干扰,近日,中方首次罕见公布中美航母战斗群在去年狭路相逢,美方军舰直接冲向山东舰的情况,但这次中美双方的态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关键时刻,被网友冠以带刀示威美裕的055大区果然不负众望,直接横刀立马加速冲向美方军舰,最终成功挫败了美方的嚣张气焰。 近期,中国山东舰在南海与075两栖攻击舰以及多艘055、052D、054A和901补给舰组成的庞大编队,应该让大家感觉很震撼吧。 其实这种规模的航母编队,不仅我们国人自己感觉过瘾,就连在此期间从南海过境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战斗群也感受到了压力。 一贯气焰嚣张的美军,这次自然不肯乖乖认怂,主动绕路,最终竟然选择派出一艘阿克伯利级宙斯顿舰冲向我山东舰航母,试图对我航母进行抵近侦察。 而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个动作本身,其实就是对我们山东舰航母的巨大挑衅。 对此,我们自然也不会惯着,关键时刻,中方担任少舰任务的055大区延安舰直接横刀立马,霸气冲出,直接加速冲向了美方军舰全力拦截。 显然,在双方战舰相对而行,加速对冲的情况下,若是美方减速退让,那么最终必然会发生严重碰撞。 但对此,中方延安舰却信念坚定,始终秉持不管自己出什么事情,都不能让山东舰航母出事的想法,最终迫使美方军舰主动认怂,减速停船,重挫了美方嚣张气焰。 这一次,美方的嚣张气焰,受到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挫。 不得不感慨,此次中方之所以能够完败美军,让美方航母战斗群最终只能灰溜溜地停船认怂,一方面自然是我们坚定地保家卫国信念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斗意志震慑住了美方。 而另一方面,此次事件也彻底说明,中美双方在南海已经彻底攻守一室了。 其实,从中美双方海军的实力对比来看,此次中方能够完胜美军并非偶然。 过去的八年里,中国海军力兵莫马,实力的飞速提升是美军想象不到的。 就舰队规模来说,中方的山东号航母战斗群阵容堪称豪华,可谓王者之师,仅山东舰和海南舰总计吨位就已超过了十万。 除主舰之外,我军的护航舰艇不仅坐拥两艘055万吨大驱,两艘052D大驱,更有一艘054护卫舰。 舰队后方是我国海军的901型大部级舰,甚至有人猜测在水下,我军可能还派出了一艘核动力潜艇跟随航母行驶。 但这几艘舰艇,总吨位就突破了20万吨,属于相当恐怖的量级。 甚至这一推测数据,还没有将同一时段在南海活动的其他舰艇统计在内。 看完我方海军力量,让我们再反观美方海军。 时至今日,他们引以为豪纵横世界的海军力量在中国海军的眼里也没有那么具有威胁了。 此次在解放军面前,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处处彰显出窘迫。 原本罗斯福号航母在黄海演习期间有三艘驱逐舰护航,但因为中东局势紧张, 罗斯福号的一艘护航驱逐舰罗素号紧忙前往中东地区。 到现在只能由罗斯福号和另外两艘护航驱逐舰前往南海,舰队总吨位12万吨, 其中仅一艘核动力航母就占了10万吨大头。 最让美军尴尬的是,现在美海军面前缺乏可用航母和先进驱逐舰的问题。 尽管美海军账面上有11艘航母,但是因为故障、训练、维护、改装等问题。 这11艘航母目前也就是只有3艘航母能够随时部署,其中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已经是超期部署了, 不可能在中东地区一直待着,必须要尽快返回港口休整。 在南美以西活动的华盛顿号航母要接准备回港维修里根的班,距离中东地区更远。 罗斯福号此前则一直在南海地区活动,后来北上黄海参加联合军演,距离中东地区更近。 因此,美军不得不急掉罗斯福号前往中东海域,毕竟以色列的战事持续不断, 现在又要打离巴嫩,出于为以色列提供保护伞的目的。 美军都不得不派遣一艘航母,为以色列撑起一座防空网。 在黄海军演结束后,罗斯福号急忙南下南海,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将穿越南海、印度洋、好望角、直步骆驼海峡到达地中海。 这次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部署得非常匆忙,一进南海地区就快速赶路,结果和解放军山东舰航母相遇, 美军航母看到解放军航母战斗群显然是心虚的。 就是这个罗斯福号航母,今年在春节期间就跑到南海附近,到处流窜不说,还举行了多次针对解放军的军演,为菲律宾撑腰打气。 而这次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面对山东号航母战斗群,根本不敢做过多纠缠,和往常耀武扬威的情况截然不同,巴不得快速溜出南海。 主要是,虽然美航母拥有舰载机的数量优势,但是在反舰打击能力和防空能力上,和山东号航母战斗群可谓是天差地别。 光从吨位上,更是与中国海军差了几个量级。 吨位较大的,由美军的基德级驱逐舰,满载吨位在9600,提康德罗加级战舰满载吨位也仅有9407。 吨位超过1万的舰艇,美军一艘都没有。 相比之下,中方的055大区就达到了上万吨。 不仅如此,如今的055大区,无论是在吨位、速度、导弹数量,还是武器装备先进水平上,都已全面碾压美方军舰。 并且,在反舰打击能力、防空能力上,美方也尽显劣势。 美航母打击群的两艘大区,仅有192个锤发,而山东号航母战斗群下属的四艘055、052D大区,以及一艘054护卫舰,总计拥有384锤发。 其中,大口径通用锤发高达352个。 此外,我方海军还有一百多发独立进程防空导弹,在如此失衡的火力对比之下, 美军舰载机根本难以突破山东号航母战斗群构成的防空网。 在这其中,美军最为忌惮的,便是055大区的锤发可能携带的英机21高超音速导弹。 这种导弹不仅威力大,射程远,还具备诸多先进性能。 英机21问世之初,美国方面便将其视为美国航母面临的最大威胁。 理论上讲,英机21完全可以突破美军舰队防空网, 确保一次打击就能击沉美方航母,是美军航母战斗群的克星。 某种程度上来说,055大区的反舰打击功能甚至比主舰山东号还强。 虽然山东号航母目前的舰载战斗机总数尚不如美军航母, 且搭载的老式歼15,反航母能力的确有限, 其空射反舰导弹射程,突防能力也相对不足, 难以对美航母构成致命威胁。 但055大区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正好弥补了这一问题。 据测试结果显示,我国的反舰导弹射程已经超过1500公里。 这一射程,足以确保山东号战斗群在美军舰载战斗机打击范围之外, 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精准狙杀美军航母。 这一事件彻底表明,中美双方在南海已经彻底攻守一行。 面对美国海军,中方甚至已经用不着出动驻守南海的部队, 仅山东舰航母战斗群,要应对美军航母战斗群也是游刃有余。 中国海军下饺子般的发展速度,不仅让美国警惕, 也向世界宣告中国没那么好惹。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的影响力早已走出南海,影响全球。 今年以来,放眼整个太平洋,目击亚丁湾, 中国海军的055舰编队都是常客。 尽管美国有多次试图通过几道岛链, 封锁中方在海上对外沟通联系, 但最终都只是徒劳无功。 何况如今,美国想要守住自己的防线都十分乏力,万分困难。 从战略角度来看, 中国已然占据主动权, 并四面对美国全球霸权和对华锋所限发起进攻。 美国早已不再能够占据优势地位, 像往常那样横行霸道。 美军曾寄予厚望,无往不利的几个岛链, 事到如今都起了反作用,成了活靶子。 这一状况, 使得美军只能被迫大规模转进, 甚至恨不得退回到他们的老家夏威夷。 与此同时, 在美国的后大院, 距离美国本土仅咫尺之摇的古巴海域, 也已经在今年6月12号出现了俄罗斯舰队的身影。 相比于原来, 一门心思研究如何围堵, 遏制中国海军的发展。 现在的美国更应该对自家本土安全多上点心, 美方应该感谢这个和平时代救了它。 不然的话, 以我们万吨大区和山东舰航母的强悍战力, 根本就不需要055大区执行对冲拦截任务。 我们仅仅是一艘055大区就能够携带至少超过200枚的导弹。 多艘055大区组成的战斗群, 完全足以对美方航母战斗群发起超视距、超宝和轰炸。 届时, 美舰其实只要刚一游想要冲向我们的动作, 马上就要葬身南海喂鱼了。 总而言之, 随着我们下饺子的速度越来越快, 中方海军的实力提升速度已经让美西方瞠目结舌。 现在其实不仅是在南海, 我们和美方舰队已经是攻守一势。 放眼全球范围内, 中方的055舰编队也已经开始频繁出现在北太平洋、 西太平洋、南太平洋、亚丁湾等等地区。 美国这个传统海洋霸权国家, 试图通过几道岛链就封锁住中方, 通过海上和外界沟通联系的美梦早已经彻底破灭。 美国现在仅仅是想要守住自己的防线都已经是万分困难, 现在从战略角度来看, 占据主动权, 四面对美国全球霸权和对华锋所限发起进攻的人, 其实已经是我们了。